皮靖雄 先進去 從美食館進去 從美食館進去 我現在開始做了 在絲館的表演 但是在絲館中 以後 美食館進去 我沒有在絲館後 在絲館中 在絲館中 我沒有在絲館中 還是要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不過那個 還是要自我介紹 所以我以前 怎麼打電話 介紹一下 植物 就是說 就是說植物它就是像我們現在每個禮拜五晚上 然後我們固定的時間 台中的話就是晚上七點 然後我們每一週都會有不一樣的議題 然後找不一樣的人一起來和我們聊天這樣子 那我們就非常歡迎說不只是台中市民 甚至說你如果要從台北來路過 然後從高雄來路過我們也是非常的歡迎 那非常歡迎說大家一起來關心我們每一週所安排的議題 可是植物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它就是說它是以群眾為主體 所以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每個禮拜我們都要自我介紹 為什麼說自我介紹當然不會說這樣子就是主體 只是我們就是從一個最基本的認識開始 然後可以提出自己的一點 對於今天議題的一點小小的想法 可是我們自我介紹很短 這個短短的十秒鐘 如果說你們是一個很團體 然後要講很長的名字 那你們可以找一群人來 然後就有很多秒鐘可以講 那就 因為哲學星期五它是一個非常鬆散的組 其實我們非常的鬆散 那我們每個禮拜它都是依靠所有的志工 利用一點自己的時間 然後把每個禮拜的工作完成這樣子 不管是設計文案或者是設計海報 然後甚至是場部啊 或者是說像我現在在做的這個事情這樣 那我們每個禮拜都是依靠了所有的志工 一起把這些工作完成 那是不是請大家先給我們志工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然後哲學五它是一個完全免費的活動 我相信大家來應該都沒有繳錢 如果你沒有繳錢趕快去問 因為那個可能是詐騙的 那因為它就是一個免費的活動 然後我們平常像獎者它從遠處來 我們也沒有付給那獎者費 可是像如果說他們從台北啊高雄比較遠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補貼他們一點車馬費 所以我們這裡一個小小的箱子 就是歡迎大家來譯住一下哲學五 如果說大家有餘力的話 有零錢或者是你要放那個紙鈔 我們也不反對 那哲學五的話 就剛剛我們剛剛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自我介紹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開始自我介紹 那坐在後面的可以趕快想 然後坐在前面的 你立刻就會輪到你了 那我先自我介紹大家我是家用 就是我也是哲學五的志工 然後輔導 嗯 也許我相信那個畫面應該大家都還記憶猶行 那我們透過那個電視畫面 然後甚至這些資料 都可以人然可以感覺到說 那個恐懼 然後甚至說到我們最近 台灣也發生了這麼多的災 災禍 那我相信說不管是所謂的斷然處置 或者是安全無語 其實那些話語裡面 他都沒有去看到 每一個人在那個災難當中 必須去扮演什麼角色 或者是他所受到的傷害 那可能不只是核災這樣子 我們看起來的物理上面的傷害而已 可能還有很多是心理上的傷害 我相信今天我們應該可以多少可以聽到這方面的一些省思 那我希望也可以回到台灣來看看我們的核能政策 或是我們的能源政策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想像 謝謝 因為我超過10秒了 這是不同的示範 好 我叫連體群 然後呢 我是折舞的影響版之工 因為我很少來 我今天是因為 為什麼要來折舞呢 等一下大家可以講講 因為我今天不少準備終於輸出起 沒有了 所以我現在要來拍場 好 結束 那我們就把麥克風交給我們今天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彰化高中三年級的畢業生陳吉聖 大家好 我是東海法育系的張宜文 然後今天第一次來到哲學星期武漢好辦 然後純粹抱著想要好好體驗這邊氣氛的一個星期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潘陽 現在在台中首次市內裝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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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那一層 就單純對 和電這種東西 有一點想要 記憶不會留情的 大家好 我純粹 大家好 我是第一題 為什麼會來 應該是第一次來 為什麼會來 應該是第一次來 沒有 不是嗎 不是第一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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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不是第一次來 不是 就想說以後 就希望以後每一周都可以來 就是一個故地的習慣 各位夥伴好 我是來自大慶電台的蔣小定 其實這一次已經算是我第四次參加哲學星期五了 那我本身對於福島這個議題 其實對反合也蠻有興趣的 那自己也參加過遊行的部分 那上上個月也就是五月份的時候有參加過祝福聯盟的 就是副主任 就是冰村副主任的那個 就是在福島的毛小孩 對 那 獲得良多的一些收穫 那希望這些也可以獲得不一樣的體驗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劉奧棠 我剛從東海石科所畢業 我這一次應該是第六次 還是第七次的參加 對啊 如果要問我為什麼會想來聽 其實沒有為什麼就是 想多吸收一些指示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律師 大家好 我是基隱大學法律系的高尤城 大家好 我是台中人 我們家在台灣住了313年 那台中的部分住了280年 我是一個文史工作者 那也很關心各種社會議題 那也參加過一些社會運動 我叫蘿莉莎 然後現在就讀小美女裝3年級 是整不是這個 謝謝 我是房西營 然後 我是台羅女裝3年級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已經 就是我第一次來這裡 然後我爸爸都說 我很喜歡那個跟大家一起 可是 我就來這裡 很認真地來跟他 就是上課 對 就很高興來這裡 大家好 我是介良 然後 我是在台中的獨立教育工作者 然後 我本身對很多社會議題都很有信心 然後對 這邊也很好奇 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來參加 什麼是獨立教育工作者 獨立教育工作者 其實獨立教育工作者的定義有點 它可以很寬也可以很狹隘 講寬一點 補習班可能也是一種獨立教育工作者 但是 我的獨立教育工作者的定義 跟這邊比較不太一樣 就是 我們有一些理念想要在 父母或者是孩子身上做一些推動 所以我們有一些想法 想要去拒絕 聚集一群人 這樣 然後我們一起來討論 討論關於教育方面的 或教養方面 或者是 跟社會有關的一些 觀點的一些議題 類似親子共學 對 類似 因為 哲午有一個那個 規則 就是 咦 我突然忘記那個規則怎麼講 就是不要引經據點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講一些專業名詞 然後其實其他人聽不懂 例如說 突然講 獨立教育 那個是什麼 也許我們聽得懂 可是有些人是 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會追問一下說 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說你來哲午 就不只是當天的議題 你會有收穫 你可能還會對其他的東西有收穫 這就是哲午的好處 這就是哲午的好處 大家好 我叫逸琳 然後我目前是在從事翻譯 就是會比較接觸到像生態流行主義 或者是 經濟樂神學的相關書籍 那今天也是第一次來到哲學星期五 所以很期待這件事 大家好 我是陳鵬爐 然後我是東華地資系 就是環境相關領域的學生 然後 我是 因為平常在花蓮 那我現在就是 暑假然後回台中 所以就有機會來參加 看到捨舞的消息已經很久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陳鵬爐 然後我是仁國環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今天跟那個彥如一起從斗六上來的 我是少數原科畢業 繼續留在斗六上班的學生 已經畢業兩年了 就你要不要做我介紹 叫什麼名字 他有點害羞 幾歲 幾歲 太害羞了 謝謝 各位好 我是淑慧 然後是哲舞的志工 然後說起這個 何在避難期 之前我一個同學 他跟我講了一個 他反核的理由 其實就是跟這個 和災避難有關 因為他的 他的媚婿 那時候是 就是在 福島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 在 從台灣的公司派到那邊去工作 然後在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回來 就是 為了避這個和災 然後他 就是 就是 一家人從日本 又搬回來 回來 然後 到最後 就是 故事覺得沒有事情 然後 先生就 得要回去日本工作 然後 一個家庭就是這樣 隔離地 然後他 因為這樣的一個理由 他 覺得 這個事情是應該要被理解 要被知道的 那樣子的感受 所以我今天 我也很 就是 很希望能夠 在這樣的一個機會裡面 了解到 來台灣 必在的 媽媽們堂的 心情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建議法律的 吳怡勳 那我今天 會來這裡 是因為 我已經 複習到那個 獨立特派員裡面 就像是把整個燈都拔掉了 那我想明白 這種的心情 心路歷程是什麼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武志工嘉義 那今天 為什麼會來 是 在今年4月份的時候 有機會 就辦了一個活動 然後帶 帶小朋友去 去日本做交流 然後 那時候在選定 就是去日本 哪個地點的時候 一直想說 是不是要離輔導遠一點 就是那時候 心中的出發點 是從這個角度去想 但是 後來發現去交流的時候 那邊的學校 就是 就是只提311說 感謝台灣的朋友們 是多麼熱情的幫忙 但是其實 在很多交流的時候 大家會比較避而不談 就是 災難之後 大家怎麼樣去重建 然後或是怎麼樣去處理 我們是去關西地區 就是去 那個金板城那邊 就只有提到說 社會 國際社會上的援助 那我覺得今天很難得 就是因為 今天來語談的是 從日本來到台灣 那我們也有去到大阪 而且這兩年可能是 因為台日航空線開放 所以周遭也有非常多的朋友 去日本旅遊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 每個人的生活當中 就是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就 比較少再去討論它 但是它確實對 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響 所以我想聽聽看 就是 今天的兩位語談人來到台灣 那當時是什麼樣的原因 做這樣的決定 那來到台灣生活之後 生活上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嘉明 大家好 我是文夫 我是中興大學的同學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來到 好辦這個空間 但是想來 解決一下這邊的分別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興大學的綠紅 對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來好辦 那關於核災 就是 我之前有聽那個 沈亞林主播的一個演講 就在我們學校 然後他有講到 他去 在核災之後 去那邊探訪的一些 親身經驗跟探訪 然後我只是希望可以接 就是更輕的 去聽到更多 有關於那個時候的事情 還有 所造成的一些 對人生活的影響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興大學的紅聰明 然後 他們是我帶來的 這樣 然後我就是希望 就是之後可以 就是帶 多帶一些我們學校 就是認識的朋友也好 就是 就帶來這邊 然後大家一起 關心一下 社會上的一些議題 讓大家不要 就是 做自己的事情 這樣子 歡迎家庭這樣子 大家好 我叫立齊 然後 我也是來自中興大學 就是跟他們一起來的 然後 因為我是想要 因為我之前有 商課的時候 有訂過好辦 就是有同學拍紀錄片 就是好辦的紀錄片 然後就想來好辦 這邊探訪 然後哲學星期五 我們也是 一直有在 那個 臉書上 就是有冠書這樣 然後今天 今天 今天禮拜會剛好 參與這個活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興大學的介程 那 也是之前在 聽過陳牙林 出了那本書 的那個講座 那也想要 藉由這場 演講 更了解 更多 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羅雄 今天來關心 開宅一集是誰 大家好 我是少根 看了那個 哲武發這個活動才知道 有一個人 竟然 挑戰在台灣 所以覺得好像 蠻有趣的 對 大家好 我是銀蝦 然後這個我是第一次來 然後對於 回門的問題是 目前是 不適可反 然後但是 希望今天聽完之後 能夠會有一個 比較新的看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新高 然後我是 從事室內抗球 那 我每個禮拜 我都會 來這裡 聽一下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薛儀 來這邊已經超過三個月 希望可以繼續下去 有好幾個 之後的 總共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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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美博 我也是中立本女的 我是她的女媽 然後 我現在 在第一代學 大眾長國學習 三年級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戴佩儒 我一直都很想聽 麻油媽媽的親身體驗 所以呢 但是一直都沒有機會 今天終於來到這邊 然後希望能將今天 所聽到的 所知道的 然後分享給我身邊的朋友 讓他們 多知道一些社會上的意境 謝謝 大家好 我叫余學成 我是年輕的高樂生 大家好 我是阿虎 我很期待今天怎麼會講 大家好 我是瑞平 大家好 我是中海大學 所以西畢業 然後我叫柏翰 那今天是 為什麼會來 要講一下 因為我對於 核四的議題 非常感興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亞主 通常我 自我介紹都只有這樣子 但是 我覺得河南是我 是我 會非常 憤怒的議題 就是這個議題 所以讓我非常生氣的 我不能了解 明明我們在疫症單上面 明明有很多 數據顯示 核能的 就是其實真的 如果發生什麼 不可測 意外 其實我們人類是 完全沒有辦法去控制它的 但 卻還有那麼多人 願意去支持核能 或者是 把眼睛跟耳朵 遮起來 這件事 講這個我都會覺得很激動 有 大家有誰才沒有 這有介紹到的嗎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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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陳翰 然後我是 哲武的志榮 然後就是 欸 我 最近不是發生那個高雄七爆的事件 然後我們 從中央政府看他們處理這個事件的態度 就可以知道了 然後 然後 我就覺得 欸 我就覺得不是很能相信說 欸 這個政府會 會能夠很妥善的處理 所以萬一如果很突然發生的話 就是 要 怎麼樣去 做 做 任何一些 處置 這樣 然後就是 欸 很期待這場的演講 謝謝 好 呃 陳翰 嗯 大家好 其實他講一種串流的體質 對 然後 就是 在核能的議題啊 其實 其實我們需要有很多的活動 然後 變得你 就是長得再考慮 然後 在這些活動那時候 其實我們也都 發現到說 像核四 它就是 它不管是工程上啊 或是 選擇的 呃 上面都有很大的瑕疵的問題 然後 就是 呃 就是可能 哪一款常會用一些 就是可能 電力會補促啊 等等的 的 問題去 去 攻擊反對派的人 但是 其實 在閱讀很多 只要 只要 他們 其實 他們的數據很多東西 呃 呃 所以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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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內部 可能會知道中 呃 其實 我們會比較一般 從這個 核電廠 可能解釋 對 台灣 的 隔壁的 市面外平均 就是 我一些方便 好 當天好像台座委 就是 第一次來好辦 然後也是對這個口令 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想說 要不要就是 請好辦的人也來 稍微 介紹一下 好辦 這邊 平常都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 這邊也是 好 大家好 就這邊是好辦 共同工作空間 那平常喔 平常的話 就是這邊會有一張 很大張的 台中式的拼土桌 那會有一些 可能是SOHO族 或是港湊園的人 來這邊共同工作 那他們就是 他們需要認識 不管是 同樣領域 或是不同的沒有人 在這邊互相交流 跟工作 那樓上也是這樣的工作區 可是我好辦 就是比較在忙的是一個叫做 生活在舊城的30天的這個活動 就是那張海報 那大家剛剛應該都有拿到這個 小小的文宣品 那其實它這個活動是從明天 是一個下午會的開幕的發表 那它是為期一整個月 我們覺得大家在生活在這舊城區 可以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我們有特別還印製了一個刊物 叫做這個 就是生活在舊城的30天的一個小刊物 那就是就希望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就是買一份然後支持我們 然後會附送那個 這棟建築物的明信片 對 然後裡面就會有關於這個 這整個月在整個舊城區裡面 會發生的事情 包括可能是露天電影啊 或是讀書會 或是靜態的展演 都會附在這上面 那如果就是要有更多資訊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官方網站 也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也不一定要買 謝謝大家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楊總理 那我也是哲學星期五的志工 那其實我們在 其實剛剛佳佑有介紹說 哲五是大概什麼樣的一個 公共論壇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我們在每 大家今天第一次來請舉一下手 好不好第一次來 哇這麼多 好請放下 其實我們每個禮拜大概都會有幾乎至少三分之一的朋友 其實都是第一次來 那其實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的主題都是不一樣的 那每個禮拜的主題可能你有興趣 有時候你因為時間上不允許 或可能每個人關注的議題方向也不一樣 所以 不是每個人就是可以長期的投入參與 其實這樣也很好 就是我們來選擇 你喜歡的議題來參與 哲學星期五這樣的活動 那我們就是透過持續的這樣 在不同的議題上面你可以做討論 那其實我們可以對我們在地的這個社會 尤其我們在地的整個公民社會 我們對於很多公共議題的投注在裡面的時候 你會引發其他的行動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談到這個福島 這個媽媽他們的一些經驗 其實透過他們經驗的一些反思跟回饋 那也讓我們來思考說 那我們在台灣我們要怎麼去針對於反核 怎麼樣進一步的去做行動 那因為我今天就拗了我的這個朋友 我們崔素欣 他因為我覺得就是 素欣因為長期也投入在台灣的反核運動裡面 其實他今天來主持是相當適合的 就是說透過日本的經驗 但是也還有加上我們自己台灣在地的本身 在過去長期推動反核的一些經驗裡面 那我們來也進一步可以去思考說 我們不只是要知道這些經驗而已 而是說我們今天那麼多的朋友來到現場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做 我們其實也可以來做更進一步的討論這樣 好 那還有我自我介紹太長了 還有誰沒自我介紹到 哪裡 欣欣 各位好我是許欣欣 那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 其實一個是說唱子媽媽的講法 其實我們之前聽過好幾次 那我今天很有興趣的是彥如的分享這樣子 那希望有機會聽您就從台灣媽媽的角度來看輔導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小炳 那就是因為我一直都有很關心核能的問題 所以今天也很想來聽看看這個媽媽的說法 謝謝 我想進去 旁邊的呢 大家好 我是哲悟志工 阮俊仁 那剛才進來之後 看了今天speaker 昌子女士 看了我幾眼 我才想到我戴的帽子是說罪惡的根源 那 所以應該 應該要解釋一下 這頂帽子我戴的是平常的習慣 所以不是特別來踢館的 OK 就這樣子 可以講一下帽子上面是什麼嗎 這個是職能互換的公式 那所有的核能都是根據這個來的 所以 對 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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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來聽 對啊 來聽就少自我介紹 對啊 H2 我們在等你 就講一下名字啊 然後為什麼會 路過這裡 大家好 我叫黃 我姓黃 我叫黃文元 然後 就是在網路上有看到 這裡有舉辦那個演講 所以 有興趣 來參加一下 嗯 歡迎你下個禮拜演啊 好 你的 那是你的同學嗎 我叫賴冠銘 我也是在網路上看到 然後 就來這邊看一下 聽一下這樣 好 還有嗎 大家好 我叫賴家瑟 我是鐵六禮拜五的志工 這個禮拜 其實 補掌媽媽 我 上年 在祝福聯名的時候 我就去協會了 我也沒有聽她 一些分享 一年 她都要完全用一句話 怎麼反應 我這兩天 看她 在今年 翻譯 在遊行的時候 她已經用 我用 這個 國語來 她表達她的心聲 我覺得 不可思議 你知道我小孩也一樣 很厲害 那我可能做不到 好 感謝 我覺得 剛剛聽到有人講到高雄大氣爆 然後 我覺得我們在 就是 台灣發生了這個悲劇以後 然後 在這個時間點來談 就是福島跟核災是一個 蠻有趣的 就是回歸到 哲午的一個還蠻重要的傳統 就是我們不會在一個議題正夯的時候 就馬上去挖掘它 我們會讓它 就是 放了一段時間以後 有一些醞釀 然後可能 有一些 更多的故事正在發生 然後 我們 再去慢慢的 就是 分析這個議題 這樣長久下來 造成了 就是又 怎麼樣更廣大的一些影響 然後 對我來說 就是 這樣的一些 災難與悲劇 其實 跟 核災很像 就是 它一個爆炸 然後你就看到一種 那種殉狀雲對不對 然後 看著它被摧散 然後 好像 散了以後 你就看不到什麼東西了 可是 那樣的傷害 其實 有很多很多東西 會 慢慢的留在這塊土地上 然後 可能留在人的心中 這樣子 就是 然後 繼續在 就是 這個地方 然後 隨著時間慢慢發酵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來聽聽 那個 怎麼分享 就是 核災避難集 好 歡迎 那個